大家好我是曼仕德 歡迎來到本集的獎人彈珠魂 今天我們來介紹Odego 癒合實驗室的強化套件 就是這個 強襲烘牛專用的戰術背心系統 我個人是稱他為強襲烘牛的環米春元包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第一季的葡萄戰狼 或是DX的強襲烘牛 本身的威力其實都蠻不錯的 但就是沒有專屬的配件 比如彈夾或是砲管之類的 真的是很慘啊 而且這個強襲烘牛 他還是平蓋三鬥神之一的機體 看看其他兩台 一個是絲絲萊昂DX 有兩個超大的彈夾可以連射 另一個是準備要出的皇家格里芬DX 一次兩台還可以大合體 相比起來這個牛牛真的是好慘啊 連配件都不配擁有 不過有了這個還你尊嚴包 就可以讓烘牛裝上彈夾 砲管還有另外設計的 穩定底座與單手板機組喔 直接讓烘牛來個大進化 我們接下來就趕緊來開箱 看看這個組合包裡面有哪些零件吧 裡面這邊有附一張裝好的樣子 哇看起來就是非常帥氣 這裡面一共有6包配件 彈夾的部分有2包 一個是這個翻滾彈夾 可以把直立填彈轉換成橫式的 如果大家習慣橫的填彈法 可以選擇這個翻滾彈夾 另一個是直下式彈夾 這個就比較直接了 就是可以維持原本的填彈方法 然後增加彈夾的數量 不管是一般的彈夾 或是萊昂的彈夾都能夠裝喔 再來這個是砲管的轉接器 這個可以讓烘牛也轉換成可以裝砲管的狀態 好再來是這個固定環與腳架 那裡面有螺絲我先不要拆我怕掉了 這個可以大大的增加烘牛的穩定度 旁邊這兩個圈圈還能夠塞瓶蓋來增加著地面積 最後的這個是單手板機組 這個板機再加上剛剛的彈夾轉換器 就可以實現快速換彈與單手射擊了 我覺得光是這樣子介紹完這些零件 就已經感覺牛牛整個無敵了 如果還沒有看過烘牛開箱的 可以複習一下之前的這一篇 來跟等等的影片來做個比較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把它一一的全部裝上去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 attempt 要把這個型的鮮 好的那麼這樣就全部組裝完畢了 這個組裝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這剛剛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在腳底下多塞了一個小墊片 這個就是現在才要來揭曉的加壓墊片 等等我們再來測一下 加上這個加壓墊片 它能夠變得多快 接下來來一一的看一下它的功能 首先是前面的砲管轉接器 目前出的砲管有這個短砲管跟長砲管 那原本的牛發射的角度就不會偏太多 所以我們這次就先直接裝短砲管就好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接點 然後另外一邊是上下都會有一個接點 組起來非常的牢固一點都不會搖晃 如果你裝上短砲管覺得不夠用 你還可以拿這個長砲管直接接在短砲管前面 想要多長就可以自己來幫它做增加喔 再來是翻滾彈匣的部分 我個人是推薦先裝一個長砲管上去 因為等等你在做單手發射的時候 左手可以扶住長砲管 然後右手來做單手射擊的部分 這樣可以讓整體發射更加的穩定 裝上來昂砲管的轉接器之後 就可以直接來使用來昂的砲管 加上這一小段也是夠你這樣握著來做發射 最後就是最精彩的後面這個部分啦 可以看到裝上這個固定環之後 下面可以連接這個穩定器 然後中間這邊可以連接單手扳機 下面這個穩定器你如果沒有裝瓶蓋的話 它是有點微翹的 裝上瓶蓋之後就可以很穩定的黏在桌上 這個真的是經過計算過後的精密列印 旁邊這兩塊鎖緊之後也都不會搖動 快速按壓起來非常的穩定 好 那麼整體都介紹完之後 先把它送去攝影棚 來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按讚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行測速環節 之前的原裝牛發射的速度大概是18到19公里 如果按得快的話可以逼近20公里 那我們這次的牛有把它變成單手的配件 所以它的威力可能會下降一點 但是底部加上了夾芽片 看看這個威力還能夠保持多少 來第一發 321 20.84 哇這個加鴉片真的是很有用 連單手發射都能夠突破20 再來第二發 321 20.59 單手還能夠發出20公里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滿意 我們接下來把他送到戰鬥場 來幫他做一些測試 好我們接下來來到戰鬥場 第一個我們先來測試他的精準射擊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再來裝一個一樣是他們家出品的閃光套件 這個可以讓標靶在受到震動的時候發出亮光 這個安裝的方法也很簡單 他已經把卡扣的地方給做好了 就需要把這邊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穩定的卡在這個上面 然後再把它鎖起來 好這樣子就完成了 等等被打到的時候他就會發光 接下來進入正題 我這邊有準備十個瓶蓋 等等看看能不能用最少的瓶蓋 把前面三個標靶全部打下來 好挑戰開始 我們先看看這樣子能夠裝幾發瓶蓋 一二三七 哇光是這樣就能裝七發也是非常的不錯 好來第一發瞄準 有 發射出去的彈道原本就只 再加上這個短炮管幫忙調節一下 還是滿OK的 再來第二發 有 第三發 OK啊三發全中 這個標靶掉下來然後還發光 這是莫名的很有成就感的感覺 意外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我們接下來再來幫他做下一個測試 好我們下一個關卡來測試暴擊寶靈 那因為我們的瓶蓋是值得發射的 打擊力會比較低 所以我把瓶蓋全部把它翻過來 這邊一樣準備十個瓶蓋 然後前面有十個標靶 我們看看全部射完之後呢 可以打倒幾個標靶 挑戰預備 開始 一樣我們先把瓶蓋都填進去 好來我們先瞄中間 哇看起來不錯喔 旁邊 哇可以看到那個瓶蓋轉的非常的誇張 我們把最後的三瓶都填進去 等等我們用臉色的看看 準備開始 好那麼前面最後還剩下兩瓶 我們來看有沒有把他打完 哇差一點 有 哇標靶全部擋住 看能不能把他推開 哇沒有 10%全打完還剩一瓶沒倒 不過這個運氣算是比較差一點啦 所以整體的表現呢 我覺得還是非常OK的 好的那我們最後來做個總結 整體測試下來真的會讓喜歡牛的玩家很開心 光是可以連發就已經很驚喜了 然後單手發射的手感也不錯 如果有買這個單手套件 建議還要再加購這個翻滾彈夾 或者是剛剛介紹的這個直下式彈夾 連發起來才會更好玩 而且多的上面可以握穩定性會差很多喔 另外可樂老師還有在開發其他烘牛的加強零件 有很多你想不到的有趣裝備喔 我有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有興趣的可以過去看看 那曼斯德還是一樣 請大家多多支持這些優秀玩家的設計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獎人彈珠魂的內容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